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 Unit 111 Chapter 12.9 什么是间接问句 什么是间接问句呢 间接问句 其实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问句 它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名词子句 只不过前面放上的连接词恰好是疑问词罢了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疑问词又有连接词功能的原因了 由于间接问句是一个名词子句 所以看起来好像并未直接在问问题 有点拐弯抹角 所以被称为间接问句 In Direct Question 既然间接问句是一个名词子句 没有直接来询问 那么它们是如何表现的呢 请您从这三个句子里面来看出间接问句是如何表现的 Do you know how fast you cycle on the average? 你知道你脚踏车平均骑多快吗? 在这个句子里面 你可能会说 啊,间接问句 所以它后面有个问号 错了 这个问号其实不是跟着 How fast you cycle on the average 所发生的 它事实上是因为 Do you know? 这个yes know question 发生的 你知道吗? 然后后面那个how fast you cycle on the average 虽然它最前面放上了一个疑问词 how 可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名词子句 这个整个名词句当作 Do you know? 这个主要动词know的售词 所以 它后面会有问号 其实跟 How fast you cycle on the average 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看第二句 Why Mr. Winter is so charming? It's still a mystery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句子 虽然一开头 有一个疑问负子why 但是它最后面 却是一个句号 不是一个问号 你会说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啊 它这个句号的出现 事实上是跟整个句子的结构 有关系的 整个句子结构 Why Mr. Winter is so charming? 事实上这是一个主词 意思是动词 Still a mystery 是后面不语的部分 为何东早是如此迷人? 仍是一个迷 这个为何东早是如此迷人? 事实上 只是整个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词 所以这个 Why Mr. Winter is so charming? 它并没有决定 后面这个句号的权利 决定最后面用句号 或者问号 其实是由整个主要词句来决定的 它事实上 Why Mr. Winter is so charming? 这个间接问句 其实只是一个名词句 只是这个 整个句子里面的主词 OK 我们来看第三句 The key of the problem is whether you want to accept this condition or not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条件 你可以发现这个句子跟第二个句子一样 最后面也是一个句号而不是问号 因为决定使用句号的是整个主要词句的结构 The key of the problem is this句子的主词 问题的关键 is 是主要动词 而后面的 Whether you want to accept this condition or not 整个 是一个名词子句 当作主词不语 等于 The key of the problem 所以 既然它是一个肯定的句子 所以最后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句号 而不是问号 然后再请您看到这三个句子里面的 间接问句的部分 虽然它们都是由疑问词引导出来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们并不像 whquestion 这种问句 里面要导装哦 它们不需要导装 为什么 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名词句 必须要依照基本句型 主词动词 然后再加其他部分 并不抽出主动词放到主词前面 所以您看到第一个 How fast you cycle on the average How fast 这是疑问负词片语 you主词 cycle主要动词 你可以发现 并没有写成 How fast do you cycle 没有这样的写法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间接问句 Why Mr. Winter is so charming 它一开始 由一文副词Y引导出来 Mr. Winter是这个 间接问句里面的主词 is是动词 so charming是博语 你可以发现 Mr. Winter 跟is也没有点到 他们也是依照 基本句型的形式来排列的 最后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句子里面的 whether字句 Whether you want to accept this condition or not 在这里面你可以发现到 whether 是一文副词 you主词 want主要动词 同样的 也没有抽出一个主动词 放到you的前面 没有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间接问句 跟一般真正的问句 是不一样的 从它的外表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主动词跟主词是不颠倒的 既然间接问句是一个名词子句 所以在句中可以做主词 如例句二的 Why Mr. Winter is so charming 可以做授词 如例句一的 How fast you cycle on the average 可以做博语 如例句三的 Whether you want to accept this condition or not 甚至可以做同语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句子 The issue Whether the school authority should fill those trees is worth discussion 校方是否应该砍掉那些树 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在这个句子里面 The issue是主词 Whether the school authority should fill those trees 是一个名词句 当作the issue的同位语 等同于the issue 你可以看出来 间接问句 它也可以当作同位语用 由于间接问句是一个名词句 所以句子最尾巴的标点符号 当然不由做名词子句的间接问句来决定 而需要由主要子句来决定 既然间接问句是一个名词子句 所以间接问句的句型 就应该依照重属子句的句型来排列的 也就是依照一般的基本句型 只是它最前面加上了一个重属连接词 不要忘了在这边的疑问词 其实可以算是一种重属连接词 它引导出一个名词子句 所以主动词绝对不能够像直接问句一样 和主词颠倒 所以您可以看得出来 interrupt question 它的句型应该是这样写的 最前面放上了一个interruptive 一问词 然后再加上主词 如果有主动词的话 主动词再写上去 然后再加上主要动词 最后再加其余的部分 下面两页有两个句子 不少同学在使用间接问句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困惑 那么请您想想看 下面两句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第一句 Whom does she know I am? 他知不知道我是谁? 想要知道这个句子到底错在哪里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它 回复成它原来的形状 这个句子 本来应该写成 下面的蓝色的句子的写法 Does she know whom I am? 原来啊 是这个问句 他想要问的重点 是whom 所以他将它放到句手去 以便让听到的人 知道 哦 原来要针对着whom来回答 而不是针对 does she know来回答 所以 当我们将whom 移到了原来的位置的时候 whom I am 您就可以看出来 抽在哪里 抽在格的地方 OK 那么更详细的说明 我们将会在下面 再来说明 第二句 Who does she know am I? 他知不知道我是谁 事实上这个句子 跟刚刚上面的句子 是一模一样的句子 只不过他错误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要了解到 他错误在哪里 最好的方法也是 将它回复成原来的写法 那就是 does she know whom I? 把who 调回到他原来应该有的位置 所以变成了whom I? 那当你调回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到 错误在什么地方了 至于 最后的答案 我们将在下一页 来驾驭说明 好了 它真正答案是这样的 who does she know I am?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要强调who 谁 真正问的重点是谁 所以我们将疑问词 放到了最前面 本来它的写法 应该是像我们上面所说的 does she know who I am? 他知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重点在于谁 而不是知不知道 由于重点在于谁 所以我们将这个疑问词 放到巨首 加以强调 让听的人一听就知道 你要回答谁 OK 那原来的写法是 does she know who I am? 那么who I am? 这个间接问句 它的句型 我们刚才说得很清楚 主动词跟主词 不可以电导 所以am跟i不可以电导 所以我们刚刚写上了 does she know who I am? 好了 另外 刚刚的第一个错误 我们写上了whom whom 它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 它在这个who I am里面 它当作什么呢? 它当作主词补语 等同于主词i 它本来应该写成 i am who 那由于是主词补语 等于i 主词 所以你不能用受格 你必须要用主格 所以要用who I am 而不能用whom I am 那我们把它调到前面去 有些人会写成了whom does she know? 是因为 有些人误以为 这个whom是当作 know的受词 不是的 当作know的受词是 整个名词句 who I am 而决定这个who的格 是由他所在的 这个名词句里面的位置 来决定的 而不是由 整个主要词句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要用who 所以整个句子 真正的写法 正确的写法 应该写成了 who does she know I am 然后加上一个问号 她知不知道我是谁 东子小教师提醒您 间接问句是一种名词之句 主动词和主词的位置 不可颠倒 句委不一定有问号 今天冬子小语要献给您的是 不知足媳妇的人类 真的比我们鱼类 更是万物之灵吗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 请记住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谢谢您